芒果盒 芒果盒 你以为它是黄的 其实它本身是雪白的 大陆一名年轻人 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他养芒果盒的过程 让不少网友吃惊 因为实在太另类了 只见他把果盒洗干净后 再用牙刷 细细地把果肉刷掉 必要时得用剪刀修剪 之后养出来的果盒才会漂亮 越刷越白 再用吹风机反复吹干 这还不够 拿到阳光下晒 必须要完全干透才不会发霉 最后可见 两粒雪白的芒果盒 仿佛长了长毛的玩意儿 让人惊奇 养芒果盒日记 在社交平台上连载 现在已经到了第11天 有人骂他不务正业 他回复这是精神寄托 既然没钱没能力养宠物 那就养芒果盒 不吃不喝 不用花昂贵的医药费 是一种单纯的快乐 网友不禁联想到 大陆青年失业率创新高的话题 6月份青年失业率是21.3% 比上个月还继续有所提高 那么从下个月的情况来看 总体上由于青年毕业生 年轻人集中进入劳力市场 有可能还会有所提高 疫情任很多服务业倒闭或裁员 导致就业大幅减少 其次原本很热的行业 例如网际网路 金融教育等 都受到大陆政府的严格监管和限制 再来AI技术大幅取代人力 导致大陆的大学毕业生供需失衡 年轻人改变不了大环境 越来越多人选择躺平 消极逃避 TVBS新闻 谢贤希 陈向如 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